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照中国铁路总公司党组畅通融合 绿色温馨 经济艺术 智能便捷的总体要求组织建设 战坊总建筑面积18.26万平米 其建筑外观着重体现了北京传统建筑文化元素 与现代材料工艺的完美结合 形成细破雄浑 端庄现代的建筑形象 西站坊陶板基座沉稳含蓄 宛若画阁珠楼之台基 后车厅颇形屋面舒展飘逸 构筑重演武殿之风采 室内外装修从北京代表性的传统建筑灰砖 红墙 金瓦等建筑意象中 汲取灵感 既显著丰富视觉效果 又自然分割供应空间 车站采用上进下出和下进下出的旅客流线组织方式 并在国内率先将站台与棚屋面全部应用为停车场 既解决车位不足 又减少车场噪音 车站站台与棚采用土建装修一体化设计理念 免维护的清水混凝土粮柱系统 轻压质朴 自然统一 绿色节能的雨棚阳光导入设施 充分满足了站台空间的照明需求 作为新时代的智能客栈 新火栈还引入了全面电子客票 人脸识别核验 站内智能导航 自动受取退票 智能监控分析等九大智能应用模块 以更好的服务旅客出行 方便运营管理 站区生产生活房屋 按照一站一景 并动设计的理念 清新打造 与站房建筑外观和谐统一 与周边环境交相辉映 新火栈战场总规模为七台十五线 另设置两条专用道发现 其中 朴速车场为三台五线 高速车场为五台十线 西侧为基本站台 其余均为岛式中间站台 高朴速车场通过南北两侧咽喉去联通 站行为高架式车站 为配合站房倒边施工 新火栈战场共分三步过渡施工建成 新火枢纽区间工程 主要包含新建正线 五点八九千米 到达疏解线 一点二一千米 动车走行线 十千米 和改建既有东北环线 一点九一千米 全长1.85公里的全封闭 大跨度 拱式 家类 钢筋混凝土 博壳结构深屏障工程 位于新火站之五环路段 陷入西侧 包含等截面拱形结构 便截面拱形结构 和混凝土污面钢结构 三种形式 施工工艺之复杂 技术含量之高 在国内类似工程中 首区立志 新建跨越五环路 一至一百米下城市 钢河梁大桥 采用盘位拼装 拖拉法顶推旧位 落梁的方法 进行施工 最大悬壁长度达九十九米 主横中心距 既有铁路中心最小距离 近七点五米 施工技术和安全控制要求极高 动车走行线跨铁科研环线双线特大桥 全长一点四二千米 包含两处连续梁结构 并与在建地铁十二号线交叉 全桥处于华北平原地区 沉降区域和地下水下降漏斗影响范围 供后沉降控制要求高 桥梁设计理念注重结构优化 坚固景观要求 重视环境保护 新活动车运用所存车厂 设存车线四十四条 临修线一条 不落轮悬裤线两条 洗刷裤线两条 检修裤设检修线十条 迁出线两条 卸污线两条 检修库总面积五点零七万平米 为进一步加强 铁科院环形试验基地试验能力 在新活动车所 与铁科院试验基地之间 新建十五点七九公里试车线 包含十一种轨道结构类型 七种试验梁形 以及线胶和装配式隧道试验段 使得动车所 在开展运营车辆检修的基础上 具备了多项科研试验条件 是推动我国高铁科技创新的 又以重大举措 新活枢纽工程 是在深入践行 交通强国 铁路先行历史使命背景下 建设的典型枢纽工程 是断车新时期智能精品要求的 示范引领之作 在北京市持续深入开展蓝天保卫战的环境下 按照一步过渡 线站成型 枢纽贯通 连条连式 竣工开通五个阶段 开展施工工兼会战 确保各阶段节点工期目标 按期优质完成 实现2020年12月31日 精神客专全线开通运营的总体目标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 始终以安全质量红线管理为出发点 以打造精品工程为落脚点 坚持依法合规建设 推进标准化管理纵深发展 全面落实六位一体工程管理目标 新活枢纽工程 创新应用了技术质量管理智能专家系统 和绿色中配式支护技术 GRF 自主研发了基于BIM和物联网技术的 156信息化管理系统 全面应用了 筑建部公布的建筑业十项新技术中的 63子项 为建成新时代精品智能客栈标杆 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为正创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 中国钢结构金奖等荣誉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预辱于成 责任在间 在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引下 在总公司和北京局集团公司的领导下 我们将秉承高度的政治使命与社会责任 瞄准世界一流客栈先进技术和管理水平 以创新发展为动力 以人为本精益管理 是将新火枢纽工程建设成为 新时代铁路枢纽创新发展的标志性工程 我们坚信 建成后的新火葬 必将高效服务于精神客专 并与城市交通和地域文化完美融合 成为北京市亮丽的风景线 以新地标 成为展示现阶段铁路体质形象 和改革成果的新窗口 成为开启中国铁路建设伟大成就的新篇章